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是继练最后交易日 我们讲股明天还有半日市 但上证那边就没有了 上证今天收3199 今天曾经上升到3200位置 最终得而伏失 失了一点多 但也是一支阳烛 而且有下影线顶上升的阳烛 现阶段站在五天线以上 即是上个交易日 我们就说它瘦了 看到它的上影线也挺长 今天终于站到了 后市方面 当然是继续看回3260 3260就是早前还行区的底部 它们这一方面 内地就因为都要放假 甚至在我们港股复了市之后 内地那边都仍在休市 所以这边的因素 暂时就可能有少少 叫做没有金收阿耶影响 因为今天港股在内地休市 已经收了市的时候 港股才升得更加多 港股现时还在升七八点多些 曾经上升到306的位置 很多人都在说306 即是整个裂口补晒之余 还有爪 是的 有爪大家都很明显 因谋论阴体 很多人都买了一些衍生工具 或者是红正 而大家看到 今早看到那张图 数字最重货区 就是30550-306附近 刚才一下子 最后一抽就已经撕全红正 现阶段 恒生指数 我们一直说要补一些 就是30323 已经补了 后市现在正在试50天线,可不可以站稳? 50天线方面是在做306.51 与现阶段其实不是差得特别多 306.51,刚才原来最高恒指,最尽是撞过306.37 也差一点点 50天线今天还有6分钟就未必上升 50天线亦跟10天线的距离比较近 就是308.25 后市暂时再看另一个列口 另一个列口就是2月6日 2月6日的列口底,当时是在做305.95 看看今天收市可不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再上一上回来 2月6日那支阴竹 2月6日那支阴竹的列口底不是305.95 那天是收市305.95 列口底是31028 留意一下 现在说的是2月6日那支阴竹的列口底 31028 后市方面就是看这个列口位 大家今天为了七、八点的升幅 都是好像按耐不住 好想快点买货 不过都要留意一下 就是今晚的一个因素 或者我们这边收了市之后 美国方面又会公布一个数字 就是CPI的数据 CPI数据 就是通胀就会影响 10年期债息息率 然后又不会因为息率方面 被人推高股市又要再次受压 这方面要留意一下 所以在新年之前 我们都是不建议大家过于进取去买货 因为大市成交方面 不算特别大 又没有了 就是没有了北水方面 这几天又甚至年内地股市走成点 我们又不会知道 预计都是浮浮沉沉沉 不会有什么大升行情 甚至美股方面对我们来说 影响力更加之大 好了 跟大家说了一些要注意的因素之后 先看看成交榜方面的股份 阴日成交榜方面 除了新澳能源做得比较差之外 其他升幅都比较显著 腾讯升到2.6% 来到433.6% 最帅人下午回来 当然是要看到一些内银股 包括就是现在排第二位的939建行 我们之前经常说 内银就是大妈北水方面 不停买上 但今天其实没有北水 但内银同样都升得 叫做标青 跑赢过市 很多人都在想 应不应该买内银呢 我们就先说了第1个 就是939 939方面 现时升到5.4% 做8.17 留意这三个交易日当中 即是2月9号开始这三天 一直50天线都没有失过 所以后市 我想如果现时 看好市已经站稳 可以回到上去的朋友 也保持着 看一条50天线 做一个支持位 50天线方面 暂时就去到7.73 这些位置 向下就小心 7.73 现阶段也同样地补了裂口 裂口的顶部 就是在做8.08 同样这里已经有一个支持 8.08 今天收得稳8.08 以上 现时已经都很明显收得稳 都很英俊 英俊的 厚市如果内地的 但因为内地方面 就放假给我们内 所以就不知道内地怎样走 又或者这么说 阿爷的篇 就不再拖累大家 预计 只要美股那边没事 就搜第一站 第一站就可以试一试回去 大概是8.58 首先试8.58 然后再向上看 前顶大概是9元过外 看一看可不可以站得到 上来8.58 除了健康 英俊之外 还有1398 又是大妈喜欢的 今天没有大妈同样都升得标青 1398方面就升4.2% 做6.83 先写在这里 1398 1398这一只就50天线支持不了它 反而是要去大概这一条是100天线 甚至是看早前横行的顶部 六个三毫半左右 才有个支持位在这里 六个三毫半 当时早几天 有一支下影线 大概落到六个三毫半 就可以托一托它上去 而六个三这些位置 仓力都挺强的 所以预计厚市 就算大市方面做得不好 这一只要回的话 大概都是要回到六个三左右这些位置 现在暂时看它就给条十天线 大概六个八毫九的这些线 夹着 后市向上望的话 第一站大概看七个一毫四 看七个一毫四 就会有三微的阻力 再向上就要再向之前的一个高位 大概就七个四毫二左右 大家逐步逐步 看下它能不能走上去 直博方面 我又觉得 刚才939有条五十天线 这个支撑好像强力过1398 如果要我二选一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939 留意成交金额方面 1398现时都收了市 成交不够上个交易日那么强 反之939其实就跟上个交易日差不多 不是说它差不多的话就叫好 留意今天大市 整个大市成交比上个交易日少 而939的成交比上个交易日多的话 都叫做强强一点 起码买盘也是多一点 所以两只选一只的话 即是一定要选要买的话 那么喜欢追的朋友 可以留意多些939多一点 1398不是不好 两只都是在低位 现在的势头都逗一逗上来都挺漂亮 但是如果两只选一只的直博率 我会看939 不过我都要戴上头盔 因为内地方面没事 我们特别是很跟着美股而行 所以大市真是今晚 究竟CPI出成怎样 都很影响到明天港股 甚至这些都挺贴近大市而走的 过股的走势 所以怎样也好 不要说超重着买这些股份 特别是内银的波幅 在这个月也算是挺大 不再是以前熟悉的 可能是动几个日子的内银 现在它是动几个百分比的内银 好了 这一节又说了这么多 广告回来 再和大家说说其他股份 现在恒指是在做什么位置 升了737点 做30577点 大市成交是1040亿 都是在升到700点以上的升幅 除了刚才说的内银 再和大家看一看其他股份 以汇控比我预期中升得多 升到2.7% 做齐头82元 港交所以都好像移动了 移动上来 我很久没有看过港交所了 其实 308方面 升到2.6% 其实和市场差不多 就在做273元 明显地现在是10天线 都是无限无限当中 首先第一步 站上来10天线 然后再看看 新路能源又跌得多了 跌得9.7% 到60.8% 大家留意着60元 这个是止蚀关口 6800 今早也提及了 反而升幅再多一点 这就算有6% 还有就是11号的恒生银行 7.8%的升幅来到191.7 会不会有机会在 出了业职之后 就散水呢 这个机会其实我也不排除 而且 我觉得也有可能 始终这些 不是内银 这些银行股 甚至是 旧经济股 很多时 都是 出业职之前 就被人炒高了 就算不是 成枝 羊竹都吃光了 也好 预期 它也会回回 一点点 如果今天 真是 走了进来的 朋友 如果要回的话 大概要回到什么位置 你真是要 忍痛也好 甚么也好 都要走的话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大概就是 183.5这些位置 说的是11号的恒生银行 恒生银行今天升7.8% 来到191.7 是否去到如果大概这些183.5 是不是很悲观呢 184这些位置 我预计当当183.5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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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走 那天开开184.9,大约184左右 小心点留意一下,一失的话会去到180头 甚至要去到174,这才会有支持 183.5或184这些位置,现阶段大概是去年的第三、四季 做出一个横行区间,亦是一个很重货的重货区 厚史方面,今天就算怎样追也好 留意一下不可以再失这些位置 再失这些位置就像今次这几天那样 一下来就要下到大概174左右才有支持 那向上,有没有说升到什么位置可以加住呢? 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件事 因为今天的升幅都很吸引 大概升到194个外 194个外,大概之前最高的做过是195.3 194个外,我都觉得可以尝试加住 当然是说,回来的交易日就出业职 看看业职之后会不会升得到 业职之前,就算如何再升过去呢 即是升过194,我也有点担心是一个假升的情况 如果出了业职,还可以保持194个外的话 那就可以加住,或者追,怎样都好 前提,所有东西都在说市场 不要受到美股,再这样拖累 说完恒生之后,让我看看 还有什么要说? 今天都可以的,还有2-3-8-8 2-3-8-8,中仁香港 同样都是一枝羊竹,也叫做跑赢过市的羊竹 升到4.2%的,来到39元 39元这个位置是否吸引呢? 因为对上还有很多阻力在这里 首先第一站留意到就是这条20天线和50天线相遇的一个位置 大概是39.6 现在说的是2-3-8-8 39.6左右 就是第一站的一个阻力位 而这个阻力位大概都是12月和1月的时候 一个平头的一个位置 也是重货区的位置 所以向上第一个阻力就是39.6 升得穿的话再看一看40.8 第二站去看这一只 这一只2-3-8-8很明显是根性 首先就是内人也做得好 连一只叫大家说大笨象的小笨象 他的小笨象恒生也做得好 连中仁香港就是不小心地乱入也做得很好 不过乱入这家东西我就觉得要还的 如果真的没有实力的话 要还的话看这几天的底位不要失 这几天的最低位置就是做过36.9 如果乱入的朋友36.9 失的话就证明他真的很没有实力 在这几天的一个低位之外 也是另一个阶段的重货区的一个低位 同时留意2017年6月26日 有一支很大支羊竹 在这么大支羊竹升上来的时候 防守力不算太大 如果失了36.9 向下有机会看34元左右 所以36.9真的是最后的底线 不算看得太淡 但也要有点小心来准备 36.9打后就要更为小心 除了说这些 旧经济也说到有点闷 不如今天说新能源汽车订到的两只车 1211和175都有特色 不如说说车行1114 华晨1114 今天也是跑赢过市 现阶段升过4.6% 做20.15 这一只都叫做未脱险 对我来说 那些线一早已经不靓了 最高那条现在是100天线 然后是50 20-10 很久很久之前你买入的话 可能17年 暑假那段时间买入 还是叫做多头排列 由多头 由今早为175都变成的空头排列 所以你说今天这个升幅 回到重仓区是否脱险 一点都不算是脱险 最多讲究 10天20天线有一个支持位 支持位就是在今天开市左右 不是开市的 大概是开市左右的一个低位 19.46是今天开市 现在10天20天线交错 是19.38 即第一个支持位就是19.38 可以留意一下 然后再塞下去的话 即当它今天是假升的话 就要试回18.5左右 18.5左右 其实都因为它现在变了空头排列 所以大家不要向上看多多 向下防守更重要 18.5 一塞的话 大概14.75左右 15元 所以最后的防守是18.5 真的很重要 1114的朋友 特别留意到它现在变成空头排列 博反弹就不好了 起码你仍然要多头排列的股份 你博反弹的话 心都要安全一点 这一只我就宁愿看多一会儿 如果它真的要塞到 这条10天20天线都再塞 甚至塞到重仓 18.5 我就心淡了 怎都要 各一各外 这就是华晨中国 似乎新能源汽车也不算特别 能够得到它 好了 这一节又说得差不多了 留意一下 明天只有半日市 但明天我们9.3节目 都会和大家见面 也要补多一句 恒生指数减格时段结束 七八点都升不够 现在升六八七十六点 即30515 我们明天9.3节目 再和大家见面